我看你坐这个车 你完全没说任何东西 你是怕的吗 因为你一般坐是爽 你是会说话的 但是这个车你是 不是 它是很有趣的那一种 但问题是 你看它就需要不断的去调整 它车身的姿态才可以 但这不是我开惯的那一种车 像是C2 我的那台C2调的就是 只要你那个位置是对的 一拧然后顶死油出去就好了 这种就是你看 我给你看 带啥的简单 我靠 这个就很恐怖啊 接下来我们就看一下 到底小乔与Nana那两秒多的差距 是否可以透过一台车 一个发动机弥补回来 好 准备 3 2 3 3 3 4 4 5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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6 5 6